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我们分析一个比较特殊的蛇像 这个蛇像的话特殊在哪一块 首先我们看蛇中 它整个的蛇中 牌呢是黄的微厚一些 说明呢它是有热的 而且是它在蛇中是有树的裂纹 那么我们讲的话出现裂纹啊 特别是在蛇中出现 代表会有慢性胃炎的存在 树的裂纹多见胃炸 黄的裂纹多见胃痛 这个蛇中的话 虽然它的牌呢是黄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蛇质 整个的蛇质呢是一个比较白的 所以说它这个蛇像来说的话 是一个寒热挫杂的一个蛇像 那么这个男性的话 目前主素啊 第一个的话 吃的东西稍不适啊 就会容易出现这个腹性 这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认为 它这个蛇像的话 是一个寒热挫杂的 那么我们在调理的时候 就应该寒热均调啊 所以说将这种寒热挫杂 保持的腹性 我们一般来说 用拌下泻心汤啊 这个思路来进行加减 里面 你看 拌下干酱 是一个温中降溺的 还有黄莲 黄芹等等清热的 还会配点补虚的 这个思路在里面 所以说 我们在临床上 既然它有寒热挫杂 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应该寒热均调 用一些寒药和热药放在一块 这是咱们这一节和大家所讲的内容 我们在转发